這個都熟口熟面 都熟口熟面 因為原來她說她是做網台成人節目的主持 有人就喜歡收藏名畫 但Christine就喜歡收藏紋身 她最想表達的是 無論是紋身還是做成人節目的主持 其實不代表她是一個隨便的女生 她身上的風格主要都是New School和Iritation 好,謝謝Christine 大家好,我是Christine 一位平安初度和一位業務員 Christine,我想問你 你以前也做過一些寫生雜 但你當時是否已經有紋身? 你當時會不會有阻滯? 那個時候我已經有三個紋身 但我腰間同色的一部 手上的紋身也有 很記得那天拍完那些照片 我很生期待 打算出了半斜針之後 哇,那些照片一定很漂亮 但原來到最後那些照片 是被人吸走我所有紋身的 當時我見到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你能不能說一說 如何我們去 即是你剛才說 你想拖轉一下觀念 有紋身或者拍攝成人節目 其實不是一個隨便的女生 不是一般人都是這樣 都是一份工作 都是一個興趣的 逼我講你這方面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做成人節目 和我紋身是兩者沒有關係 或者和一份工作都沒有關係 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有紋身不代表我不專業 也都不代表我書的東西 是的 我們在隔離十八歲的時候 都問他欣賞我十八年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ty 今天就參加了這個 Mr.ToHong Kong的比賽 其實因為有很多朋友 就發訊息給我 就跟我說 有這個比賽 不如你試試參加 所以之後我就參加了這個比賽 今天其實完成了所有過程之後 其實我們七位女生 其實我想說我們都很有勇氣 因為其實網上有很多評論 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不多不少都會有點失落 或者聽完之後 看完之後會覺得不開心 但是雖然冠軍都一個 但是我們所有女生 這七個女生其實已經贏了很多人 因為我們有這個勇氣 踏出這一步上這個舞台 我覺得都很開心 也都覺得大家的努力是沒有白費的 其實紋身對於我來說 人是自私的 永遠別人叫你不要做那件事 就偏偏要做 永遠都要忠於自己喜歡做 自己喜歡做的事 而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都很喜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所以我選擇了我去紋身 雖然這件事可能會阻礙到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人一世一世 始終都要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令到自己不要後悔